BGM 英超阿仙奴主場對曼聯 上一條片都講過 真是好多年都未試過阿仙奴、曼聯兩隊同時在前列 還要兩隊都狀態大好 阿仙奴首輪作客輸球想報一戰之仇 曼聯贏了就有機會爭冠 這樣的戲碼雙方都一定出盡全力 真是令人非常期待 首先阿仙奴繼續最強正選11人 無傷、無病、無停賽 全力充冠 曼聯最大隱憂當然是Casimelo的停賽 坦克最直接穩密Tominay代替 但落到場 功能上、位置上都與Casimelo截然不同 一開始一定要看看阿仙奴的迫搶 阿仙奴排面上玩4-3-3 翼方Saka會從對方左閘位置 弧線迫向中堅 截斷Martenes向左選擇 前鋒尼基迪亞、Martenes自然去對另一名中堅和右閘 然後Saka、奧迪加特負責緊貼曼聯雙中場 Martenes沒有Easy選擇下 Martenes必須從中路現身迎波製造空位 才可以彈給Saya避開Saka迫搶 同時Saka亦利用弧線走位 從Martenes迫向Saya截斷Saya傳回中路選擇 迫他向前 Saya向前選擇理論上只有拉斯福特 但曼聯戰術上拉斯福特壓得比較前 而且一定被坪位置防守 所以Saya向前亦沒有安全選擇 可以見到阿仙奴球員對迫搶非常純熟 今次到前方利吉迪亞採用弧線走位 迫迪基亞向其左邊發展 在較遠位置的坪位置 他會根據利吉迪亞的行動 預判迪基亞下一步 在迪基亞未出腳前已經起動 去準備迫Saya Saya面對高球 同時見到坪位置迫近 都不敢貿然空前 中場阿力森 一樣需要在中路現身迎波幫忙解困 阿力森被Tomas緊迫下 第一時間將皮球彈向左前方 同樣地因為拉斯福特壓得比較前去預備突擊 反而令曼聯左邊斷開連接 需要前方韋賀斯回後幫手搶回控球權 能否突破迫搶就在於曼聯球員 是否清楚知道隊友位置 實在沒有太多空間思考 阿仙奴球員可以做到全場緊迫的1對1 就好像這球Buno、控停想一想 奧迪加特已經拍到過來 球都搶了 今場比賽是很多次出現這個情況 阿仙奴打反擊時 兩翼率先向兩邊展開 曼聯今場兩閘亦都明確地要man mark阿仙奴的兩翼 當Martinney一直牽引著雲比沙卡 尼基迪亞再從靠左位置移入中路拉走中堅華拉尼 令華拉尼及雲比沙卡之間的空位進一步拉闊 被後上的沙卡插入Hard Space空位 但曼聯一定有研究過阿仙奴的打法 所以Martinney及Alisson會負責防止沙卡及奧迪加特利用Hard Space空位 之後再看阿仙奴的進攻 兩翼繼續盡量拉到最邊拉開闊度 目的當然是想將對方兩閘拉來中線 希望在邊路形成one-on-one的狀態 當翼拉虎時同邊的中場就會主動拆入Hard Space Saka這一跑同時吸引3個曼聯球員的注意 特別利文比沙卡不能夠完全捨棄位置去對馬天尼尼 其次亦迫到Buno要回防時 令後上的涉真高有較多空位可利用 同時見到阿仙奴左路進攻組合可以形成一個三角形 而且三角球員可以互換位置 重點是要有人拉邊、插Hard Space、兜底 當阿仙奴球員明白各個位置作用時 很自然就會自動去補位 維持一個三角形、一個良好的傳球角度 另外涉真高、翼左、翼中的踢法 令到曼聯的左翼Andone非常難去防守 當阿仙奴成功在Buno創造傳中機會時 禁區內經常會有足夠的目標搶點 包括對邊翼、前方、插入來的中場 而有遠射能力的奧迪加特 通常會拉出來準備接應Cutback傳中 阿仙奴的進攻系統亦非常成熟 當阿仙奴防守令曼聯回後時 可以見到奧迪加特立即指示Saka上前對中堅Matenes Saka繼續以弧線的走位迫近 而Matenes看到Saka從左邊迫近 都只能夠控向右邊 同時Nighetti亞已經迫向另一名中堅 Saka、奧迪加特亦封死曼聯的雙中場 Matenes只能夠回給Dighetti亞 再轉給Winbi Saka時 Matenes再迫向Winbi Saka 令Winbi Saka不敢向前 其次可以見到曼聯突破迫搶的想法 中堅Winbi Saka故意向前靠右走 理論上這樣走是拿不到球 Winbi Saka傳不到給他 所以他的目的是將Nighetti亞拉來中路 遠離Dighetti亞 令Dighetti亞接應回傳時有更多時間思考 所以Matenes也有向邊走拉走Saka 令中場有較多空位可以被利用 Saka見撞就從左閘位置內切中場迎球 Saka在中間有大量空位 Dighetti亞可以直接傳被Saka轉身突破 但Dighetti亞在Matenes壓迫下 只尋求安全大腳傳去左閘位 最後左閘位因為Saka內切而無人接應 令人疑惑究竟曼聯戰術如何呢? 如果根據之前幾部分析 坦克應該有部署要求球員拉走中路防守 讓Saka內切利用中場 但Dighetti亞用球能力較差 在Matenes的壓力下 Golo很久忘記了戰術 令效果並不顯著 可以再次見到Saka故意從左閘位置內切 他的目的可以將阿仙龍Saka和右閘位置拉來邊路 從而令最左翼翼翼鋒有較多空位 所以Alisson都指著叫Matenes長傳去最左邊 但問題仍然是 Laisopold壓得很前試圖打突擊 阿仙龍後衛較容易防守高波 他們中堅只要有預備 退後退幾步已經沒問題了 反而令Saka拉出來的左邊空位變得毫無意義 你一開始都想著這樣長傳的時候 Saka內切還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Laisopold是否應該可以拉後一格 Laisopold把阿仙龍的中堅進一步拉出來的時候 就可以選擇硬爆或者給隊友前插 見到Matenes有想法 但執行上仍然有很多細位要執行 阿仙龍防守時程4-4-2 奧迪加特壓上一格和尼吉迪亞組成雙箭頭 兩翼主要負責Matenes兩閘 雙箭頭對三中堅 阿仙龍不介意給Wahane引球推進 因為尼吉迪亞在他旁邊跟著 收集Wahane向中路選擇 迫Wahane進攻只能夠向前傳 但Matenes跟著雲比Saka一路退 中場Saka亦收過來 盡量收集與Matenes之間空位 避免被對手直接打穿HalfSpace 防線又一齊已過來防守 阿仙龍自力保持4-4-2 令Binno永遠有4個球員形成正方應防守 Wahane拿著球前面根本沒有有利的選擇 即使勉強傳給雲比Saka Buno試圖從HalfSpace插入 但被阿仙龍4個球員包圍之下 難以突破 而且放盟比Saka拿球不足為懼 曼聯進攻時 Saya多數會留後形成三中堅 確保後面有能力保持控球 曼聯兩翼亦有嘗試拉邊拉開闊度 將阿仙龍防線拉闊 Buno再嘗試從防線之間的空位插入 但曼聯只有Buno一個會主動走這些位 所以阿仙龍較容易防守 因為只有你一個走 阿仙龍由手轉攻準備反擊 Saka第一件事一定是走向邊路拿球 Saya準備好上前阻止 亦是他留後其中一個原因 賓韋治可能見到Saya押前防守 所以想做過Overneck 打Saya身後空位 Saya亦被賓韋治吸引 所以Saka選擇來切中場 但拉斯福特非常勤力在球隊失控球權後 立即進行反場 成功阻止Saka傳給中路隊友 雖然最後落在Tomas腳下 還想直接打給賓韋治 不過有剛好Raisoport就站正在全球路線上 Tomas兜口兜面傳給Raisoport Raisoport連隨反擊 因為賓韋治壓了上去 令中堅Sarriba以往有移動去補位 變相令Raisoport有更多空位從中路推進 一個球員FIT不FIT?真的有分別 以往Hoo仔這些射球通常都禁死了 不知飛去哪裡 現在狀態那麼FIT就射得那麼漂亮 曼聯繼續嘗試從後突破阿仙奴的迫搶 Saka與後面賓韋治確認後 就狐線走位迫到Martinic 由賓韋治負責Saya 再次看到Saya故意內切中路 將緊迫他分位置帶來邊線 然後可以見到今次Buno有嘗試開發 分位置離開後的位置 迪基阿羅波後 當年瞄準阿仙奴右閘位置 可以見Thomas被拉邊的Buno拉來中線 而Raisoport繼續在左邊最前方 而韋賀斯亦有靠左邊支援頂一點 阿仙奴一對中堅都被韋賀斯所吸引 如果韋賀斯成功頂到 Raisoport將會形成單刀狀態 再次曼聯的戰術是有想法 利用阿仙奴人Denning的迫搶特勝 令對方防守出現錯配 但同樣地執行上仍然差一點細節 但講位置錯配 阿仙奴才是專家 眾所周知 薛珍高經常內切到中場 本應負責他的Andone被拉到中場位置 Saka自動自覺移到左閘位置補位 曼聯中場Mathomene亦跟著來到邊線 當阿仙奴互猜兩腳後 右翼Andone自然壓回上前防守 但過程中似乎沒有叫人幫手跟進薛珍高 當Andone再進一步迫中堅 他才發現和韋賀斯迫同一個人 這時候先舉手叫韋賀斯留意薛珍高已經太遲 我不知道整個過程他們有沒有溝通 但事實見到因為薛珍高不斷移動而走掉了他 但Andone其中一個優點就是很肯回防 這球走掉薛珍高後 非常勤力地填補自己的失誤 最後真的被他逼掉了 而曼聯由手轉攻 最直接向左前方找拉斯福特 但效果一般般 曼聯的前場防守都差在細節上 例如4-2-3-1防守 前場的2-3-1 這個五角形應該收得更窄去阻止阿仙奴傳入中路 你才會迫到他們去兩邊 然後利用邊線去防守 特別拉斯福特應該近接近HalfSpace切斷傳給奧迪加特的路線 現在就給奧迪加特拿球 直接大轉邊就突破曼聯前場防守 薛珍高為何兇了? 就是Andone選擇壓前準備對中堅時候 雲比Saka會因為Martinelli故意靠邊線 而未能上前對薛珍高 相對阿仙奴的班位置就好肯壓前去對Soy 由中堅去保位防守拉斯福特 可以見到兩隊的防守取向有分別 最後都是要雲比Saka上前 由華拉利、Bomartinelli 然二、曼聯一對雙中場 Mathomene、Alexen 面對奧迪加特和Saka的走動 完全力不從心 Saka一傳一走 奧迪加特給他就打穿了 Mathomene和Alexen跟不上 所以Casimilo的影響非常大 然後去到拉邊的Saka又可以跟Soyoneonone 今場Saka雖然只有一次成功過人 但好大原因是Soy不敢主動防守 經常保持一段距離防止Saka變速去過距 雖然減少了Saka突破 但這樣做亦導致Saka可以輕易進入禁區危險位置 製造不少威脅 然後阿仙奴一次角球攻勢 就把握到曼聯防守錯配的失誤 當時右閘運給Saka去左邊防守Ligitea 而Arsino很快在左邊形成進攻三角 拉邊HalfSpace周底 曼聯由Buno暫時填補右閘位置 Sagenkou直接傳給Saka時 Buno和Mathomene換防OK 但Sagenkou在中路出現擺脫了Antoni的防守 連鎖反應吸引Alexen出去保位時 令奧迪加特沒有人看管 而因為Martinnelli和Saka調位 令替攻右閘Buno太專注在相對位置的Martinnelli 忽略左和Martinnelli調位的Saka 這裏Arsino的轉位令曼聯出現錯配 Saka在邊路有空位傳中 而Antoni都是同樣情況 防守目標是真高 進入中路後 他頓時不知道應該守誰 令Arsino有球員出現空位 而雲比Saka不知是否右腳打左邊的關係 對,他的防守站位出現嚴重錯誤 他應該站在Ligidea的前面 同時看到球和防守目標 Bogman Go 阻止Ligidea向球門方向移動 就好像Shaw爾防守加比爾的站位 應該要看到球同時看到加比爾的移動 現在雲比Saka任由Ligidea處於自己的盲眼位 導致最後被Ligidea攝位都猛然不知 雲比Saka要負非常大的責任 比賽來到1比1,想在這停一停 因為想講的話太多了 製作衰時,又不想隔太久才出 所以現在先出上半場 過幾日出下半場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下集繼續 銀行